Hello 大家好 我是Tenis中文版的Jacky 我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手机就是它 今天开箱的是5G版本的华为Nova 7 SE 有着64Mbps的高清四色 40W的超级快充 接下来的话我就直接开箱吧 在外形上面的确是可以看的是多了一份心思的 无可否认这次的华为Nova 7 SE的设计是抓住了我的眼球 全新的工艺技术加上潮流配色 同样的这次的Nova 7 SE是颜值担当 我拿到的颜色是很时髦的银色 银月星辉 它这次的配色真的是有让我很supply 超美的 外形设计是采用了彩模渐变工艺 它实现的是浅蓝 银 粉红这三种颜色的渐变色 它同时搭配了3D玻璃弧形的背部设计 为整个手机带出很神秘很时尚的配色 而且看上去是很有质感的 握上去有分量 手感扎实 视角圆论不歌手 它同时有推出了四种配色 除了我手上的银月星辉之外 其他三个配色分别有怡静森林 种下纸和换叶黑的 转过去看屏幕6.5寸双曲面的极点全面屏 有着90.3%的屏占比 分辨率为2400x1080 华为Nova 7 SE有着96%的NTSC色域 它支持了HDR10的显示 我这里科补一下 其实NTSC色域是比较常运用在电视里面的 只要达到90%NTSC以上的屏幕 颜色方面是可以做得很丰富饱和 而且整体看上去的话只是很高清的 另外机身左边是支持了5G 4G的双卡双词 右边分别有增量按键还有指纹解锁的 只需要短短的0.25秒就可以快速的解锁咯 看了外形之后我们就来讲下相机镜头吧 Nova 7 SE的后置镜头是打扰了日子4MHz的主射镜头 它配上了F1.8的大光圈 1比1.7的英寸感光元件 8MHz超广角镜头 2MHz紧身镜头 还有2MHz微距镜头的 大家都知道有着这么棒的镜头拍照能力一定是很强大咯 但是咧在这一个照片方面我要留着等一下我才揭晓 而它的前置镜头则是有16MHz的自拍镜头 它支持了BM3单反击硬件降噪 可以降低了暗光跟噪点的 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 HOWWEI的Nova 7 SE拍照功能吧 它比起前一代的主射感光面积 它足足是提升了34%的 进光量可以讲说是更加的充足 就是在暗光拍出来的照片也很出色 我们可以看看以下的照片 它就是那种随手拍都很美的 就算你把细节不断的放大都好 画质依然都是很清晰 而且它除了拍照功能强大之外 HOWWEI的Nova 7 SE也支持了后置的4K高清视频 你想拍慢动作也可以选择960帧的慢动作录影 而且它另外也有增加了双颈同框的功能 两个镜头一个全景一个特写 两个镜头的画面同时可以出现在一个屏幕里面 可以任意的拍出了创意的video 那么在这里它的充电速度又是怎样咧 HOWWEI NOVA 7 SE搭载的是4K毫安大电池 配上了40W的HOWWE SUPER SASH快充 充电速度可以讲说是很快的 官方数据讲说在30分钟充电可以充电到70%的电量 在处理器方面 这次HOWWEI是选择了新一代自研5G芯片KIRIN 820的处理器 它同样可以支持了5G网络 支持了MSASA的双模5G 和上一代的KIRIN 810处理器相比 这一次的处理器它是搭达了全新Mali G5的GPU构架 它性能是提高了25%的 而且另外HOWWEI NOVA 7 SE搭载的是全新EMUI 10.1的系统 在游戏的性能方面 NOVA 7 SE表现的算是还不错 它解决了我们很常在意的问题 就是发热跟卡顿的问题 当我讲到这么多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忍不住讲 HOWWEI是很好啦 但是现在能用不到Google这些是很麻烦的咯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来的 我们可以使用HOWWEI FOOT 或者是从HOWWEI AppsGallery下载你所需要的Apps 基本上的Apps都在里面的 只需要下载安装就可以啦 另外你有点击你的email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Gmail也是有在这个列表里面 你只要Login你的Gmail 之后你打开你的邮箱 就是直接是你的Gmail了 讲了这一些 你是不是发觉其实没有这么的难呢 说了这么多我就回到原点 目前HOWWEI Nova 7 SE在马来西亚的售价是RM1499的 然后对于iPad上的机友们 这个手机的四色镜头是绝对可以满足到你的 它另外有着4000毫安的大电池 配上了40瓦的快充 算是有良心配置 而且它的性价比很高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啦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们TECNIF中文版 按赞跟分享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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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